好,我们接着带您来欣赏的是福光山极乐寺的中门馆 目前在展出的是国宝级雕刻家廖天照 它的深海第64场的各展 端出了包括有石雕、木雕、还有书法等多元的作品 一共有39件 其中还有不少佛像的创作 带您欣赏 用简单线条雕琢出佛菩萨慈悲神韵 庄严卧佛让人看了内心好平静 它的地是白色的 这个不是加上去的 这个是刻出来的 石头本身它有两种颜色 一个黑的跟白的 白的是石鹰 黑的是硬砂岩 巧妙运用石材特性发挥创意 从佛像到大自然万物 全都变得栩栩如生 廖天照雕刻刀下作品 堪称国宝级 民国72年的时候 我们的先总统金国先生 他发现我就帮我推荐 全国巡回展 就连故宫博物院 当初是活人不能展的 我也展了两年 金国故宫到过世界各地 这回廖天照带着39件作品 来到佛光山基隆及乐寺中门馆展出 从石雕木雕到书法 全都精彩可奇 从他的作品当中 看不出是石头 因为从石头里面 看出生命 看出柔软 看出很多的一个 我们内在里面的 慈悲与爱 与时唯有40年 廖天照刻出石头的柔软 也刻出慈悲和包容 就像他从来不帮作品取名字 希望留给观赏者 更多想象空间 不要被题目给束缚 产生更多共鸣 另外一位是台北基隆 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